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两江省省长的名字没有改变 之后两江省省长就江苏省包括上海 安徽省和江西省三省 两江地区经济最发达 各种说服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不仅如此 两江地区人文俊籍 读书人的一举一动 与朝局的稳定性有关 因此两江省总督这个职位很重要 朝廷使用者也很谨慎 从道光十一年起 两江省省长监管两环严正 同至五年起 两江省省长同时开始负责 南洋地域的通商之事 于是两江省长成了一份 天下第一的美差 两江省省长这个肥阙到底有多肥 清人金安清水窗春梦记载 监督以两江为罪 一年三十万人淮南淫务拘其一 各自为共拘其一 养联工费拘其一 这三十万两白银 可不是现在的贪污 是皇帝亲自认可的公开收入 就好比那联工费 再举个例子 孝庭杂亭杂录 苏宁阿被乾隆皇帝放在两江省长外 苏宁阿到任后 每次见到一个人都说 皇帝厚恩 命奢找棺材 皇恩浩荡荡 来捡棺材的书生 你们不懂规则 还不扫笑吗 有时候 皇帝真的会为了 笼络或体贴一位老臣 把他放在两江省的总督身上 赚更多的钱回家养老 例如1881年 左宗棠在朝廷被政帝排斥 慈禧太后便让他去 出任两江省省长 意思足够明确 就是让他赚点钱 然后告老还乡 可是左宗棠并没有如此 反而捐出去不少银子 值得注意的是 晚兴次大名臣 曾国藩 左宗棠 李鸿章 张之洞 曾担任两江省长 关于现代中国 看世界的第一人是谁 正是一般认为林泽徐 也有人认为魏元 不管林泽徐还是魏元 他们都绕不开另一个人 时任两江总督陶鹏 如果只用一句话 带过陶鹏这个人 我们可以称他为晚清金氏派的第一人 所谓金氏 即治理世事 强调求实物 坚持改革 金氏派思想可以说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也是近代中国 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新思想 陶鹏在两江省省长的任职中 不仅政绩优异 围观青莲 还利用两江省省长的身份 向朝廷推荐了影响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 首先是林泽徐 陶鹏担任两江省省长时 林泽徐曾担任江苏巡抚 两人在工作上非常默契配合 在禁烟这个问题上 两江省省长陶鹏鼎力支持林泽徐 陶鹏临终前向朝廷推荐林泽徐 希望皇帝让林泽徐担任两江总督才能放心 其次是湘君三杰 湘君三杰指的是曾国藩 左宗陶 胡林毅 从年龄上讲 陶鹏是这三个人的长辈 从婚姻关系上讲 陶鹏是胡林毅的岳父 左宗陶与陶鹏是联姻关系 曾国藩一生都没有和陶鹏谋面 但他很久以前就仰慕陶鹏的学问 在日记中写道 读了陶文义工全集 一直累到睡觉 陶鹏经世实用的思想对湘君三杰的影响非常大 曾 左 胡可以说是陶鹏经世实用的思想和事业的继承者和福 陶鹏当时把清朝的人才比喻成一棵棵人才树 陶鹏可以说是这棵树的根是晚清中兴的源泉 近代历史学家肖邦说 如果没有陶鹏的提倡 湖南人才就不会增加 曾国藩的成就也是陶鹏的指导 张之洞等评价说 道光以来的人才以陶文义为首 陶鹏在两江省总督任职 有这样一个故事 陶鹏喜欢剪石头 多少年来院子里全都是石头 来个客人都无数下脚 有一年陶鹏回乡探望老母亲 他为官亲政 为官多年没存多少钱 打算包十几箱大石头 回家让老母亲开开眼 途中陶鹏收到圣旨 有人报告他贪污受贿 利用回乡的机会把黑色收入运回老家 皇帝必须治他的罪 陶鹏立马打开十几个箱子 看到里面全都是石头 船者的人病傻了 马上给皇帝说明情况 道光皇帝得知这是一个误会 心里非常愧疚 在陶鹏探亲回来之后 皇帝召敬了陶鹏 与陶鹏彻意常谈 陶鹏也跟皇帝说起了自己小时候读书的事 因为小时候穷没有地方读书 他就趁着月光跑到大门前面小河里的大石头上读书 之后有了些文化 并把这块大石头取名为印心石屋 皇帝听后 当天夜里就挥斥方球 写了印心石屋四个大字 送给陶鹏 没想到第二天又要了回去 原来是皇帝觉得字写得不满意 重新为陶鹏写了一副 陶鹏告老还乡后 将皇帝写的字 刻在了那块石头上 以表感谢 好了 本期的记录说史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对辽江舍生长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多多关注并留言